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中国经历过哪三大屈辱 一大事在25年后成功现实全球四大系统 中国巨浪潜射导弹打击能力离不开北斗 随着北斗三号第五 六颗导航卫星的成功发射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全球组网的密集发射阶段 2018年北斗三号计划实施十次发射任务 共发射18颗卫星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服务 并为2020年完成30余颗卫星组网 实现全球服务打下关键基础 后续中国还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 构建国家综合导航定位受试体系 将在天空、地面、水下、室内构成完整体系 显著提升国家时空信息服务能力 那么中国为何大力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这个重大决定其实与中国所遭遇的三大虚辱事件有关 银河号事件让开放的中国很受伤 到底是哪三件使国家蒙受屈辱的事件呢? 首先是1993年7月23日 美国突然无理指责 中国一艘货轮银河 号装在了可能出口伊朗的联合国进院化学物品 硫二甘醇和压流线率 并悍然要求中国停止这艘货轮的航行 以等待美国的登船检查 但因为美国的要求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银河号没有理会 继续驶往其目的地 但就在银河号驶到阿满湾时 突然之间船上了GPS卫星导航系统 全部接收不到数据 因此只能停在原地以保证安全 据悉 这是美军停地 了这一海域的GPS型号 是在其出动两艘军舰武架直升机强力逼停泪过后 所采取的最彻底的技术手段 让银河号不得不停止航行 此举 让中国有关部门深深体会到 依赖别人提供的导航服务 只能受制于人 为台湾定制的东风15被干扰 引发震动 其次 在1996年的海峡演习之中 中国大陆为了警告某些分裂分子 曾多次发射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 进行演习警告 东风15弹道导弹 是在海湾战争后 中国首批在弹道导弹制导中 加入民用版GPS制导装置的型号 因此打击精度提高不少 中国自信可以使用这型导弹 打击台湾的一些战略目标 但是 在美国派出航母介入后 在一次发射三枚东风15进行的演习中 首枚导弹准确命中 可是后面两枚几乎不受控制 最终都大大偏离了原来的瞄准点 而失去威慑效能 事后分析 美军在接到导弹预警后 立刻关闭或发出了错误的GPS信号 导致后面的这两枚导弹 进入惯性飞行状态 从而也就丢失了原定的目标位置 此一事件后 中国开始发奋研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狠伤中国自尊 最后是在1999年5月8日清晨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出动最先进的B2引身轰炸机 是用JDAM制导炸弹袭击了 中国驻南斯拉普联盟共和国大使馆 造成三人死亡 二十余人受伤的惨剧 当时 虽然国内人士纷纷呼吁解放军出兵南联盟 但是当时中国的军力并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不管是对付B2和F117 中国都没把握 更不用说跨越5000公里 这样的远程投送能力 中国根本不具备 更主要的是 美国打击中国大使馆的这枚JDAM制导炸弹 之所以如此精确 就是因为使用了GPS制导装置 所以才从大使馆的楼顶 直传五层楼到达地下室 这让中国军方一直感到震撼和不安 此后 中国不但加快研发北斗卫星导航卫星的步伐 还进一步加快了研发卫星制导弹药的步伐 前几年频频露面的雷16卫星制导炸弹 就属此类弹药 使用卫星制导的雷16系列制导炸弹 北斗三号卫星制导系统轨道 分布是意图 分析认为 中国对卫星制导系统巨大功能的认识 最早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得到的 后又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更多的加深 在岛本身得到三次血的教训 从而使得这个国家重大工程进展神速 可以说 经过近25年的努力 从北斗试验导航卫星 北斗区域导航卫星 再到如今的北斗三号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中国终于建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毫无疑问 这将大幅提升 中国应对现代化战争的能力 在经受三次屈辱事件后 中国奋起直追 如今北斗已成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服务系统 也终于开始欲强 国肩并肩了 均凭陈光文撰于2018年3月13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